高能一辈子,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此文为高能一辈子原创,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转载请后台联络,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 今日,台媒JCK突然报道,一名微卡女星在某场影剧圈集密的私人聚会爆出,林青霞离婚,拿了港币20亿元,约新台币80亿元,赡养费。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台媒称因为这位A卡女星在演艺圈地位很高,说的话可信度也很高。 她表示林青霞现在并没有住在丈夫送给她的飞蛾山山腰侧价值约6亿港币的豪宅里,而是独居在香港半山豪宅里。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离婚的原因,该女星表示据说是因为行礼花心,让林青霞身心俱疲,加上女儿们都已经长大,剩下人生不愿再做豪门怨妇,才会想再晚年活出自我。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现在林青霞常常和好友通宵打麻将,身材发福了许多但过得非常开心。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目前,林青霞和行礼都没有回应此事,不过这已经是林青霞结婚24年传出的第7次婚变了。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在遇到行礼前,林青霞曾与秦翰展开了一段略恋。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分手一年半,林青霞嫁给成义大王行礼员。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林青霞在《偶像来了》节目中,自曝自己最孤独的时候,便是在香港拍戏的时候。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那时的她特别想有个家有个依靠,尤其是在跟行礼结婚的前半年。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机缘巧合下,她遇到了行礼。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行礼让她很有安全感,因此两个人只认识半年就结婚了。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1996年1月2日,林青霞诞下长女型爱玲,当时年借42岁的她已是高龄产妇,为安全着想,当年她采用全身麻醉剖腹产女。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46岁时,她诞下次女型严爱。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婚后,林青霞曾表现得非常幸福。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不过2006年起,就传出林青霞因为没有生出儿子,但亿万富豪行礼想要男丁传宗接待,致夫妻关系生变的讯息。 港媒还指行礼与一名年约30岁的女子走得很近,女方有个儿子。 行礼透过公司公关出面否认婚变,但港媒接续爆料林青霞疑似打算搬离行宅,令婚变闹得沸沸扬扬,内地媒体也跟着追踪报道。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行礼前妻张天爱当时跳出来维护前夫,她表示林青霞和行礼的婚姻没有问题,还指前夫是老实人,不会拈花惹草,对生儿育女一直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不可能为了想要有个儿子继承事业搞外遇。 既且前夫的性格沉稳,就算两人的感情欲低潮,也一定会妥善处理。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林青霞与行礼之后晚售出席活动,行礼也随林青霞回台湾探望身体不好的林妇,以行动证明感情未变。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第二次是2007年林青霞被媒体派到去健康情绪中心就医,外界推测她走不出父亲离世,加上婚变打击,恐离忧郁症,此说法虽未被证实,仍让她婚变一事再登板面。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第三次是林青霞2009年复出演艺圈,她在台北中山堂演讲时,被问到先生是否支援她付出,她说,先生从来不干涉我做任何事情。 离台前,记者在问她付出和婚变是否有关。 她面带微笑回答,你真敢,这种问题你也敢问。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第四次是2011年香港报道,行礼在县宅飞额山的山腰册盖了价值约6亿港币的皇宫,预计2014年完工,当成送给林青霞的结婚20年周年礼物,夫妻感情看来依旧浓烈,但也有传是行礼补偿她的礼物。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同年林青霞因出书,窗里窗外,书中未提另一半,被香港媒体报道两人情淡,其后还有周刊报道两人早在二女儿行言爱出生后就开始分房。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第五次是2012年7月,某作家在微博爆料,有台湾朋友表示林青霞早在2010年就离婚,因没生出儿子,老公还养了个上海妹。 她表示,朋友跟林家在美国是邻居,事业有成,人也不八卦,估计可信性很高。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港媒加码报道林青霞分得11亿港币赡养费,她否认此事,行礼更是对记者发货,并只是保镖驱赶记者。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而当时的豪宅不能因为宫崎从20年周年礼物变成林青霞60岁生日礼物。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第六次是2014年,行礼为林青霞举办她的60岁生日派对后。 虽然当时行礼,既女行家欠及两个女儿都现身,林青霞还在微博写道,我有三个乖巧的好女儿,我有一个好老公,他们总是默默地支援我包容我。 间接反驳离婚传言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但港媒却爆料派对结束后,她和行礼翻车各自离开,面和心不和。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第七次便是今天CJK公开的A咖女星爆料。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目前当事人均没有回音。 抛开感情事来说,林青霞晚年过得确实非常精彩。 除书,和朋友相聚,参加综艺等,一直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今年4月,已经吸引23年的她还货班第二十届意大利Udina远东电影节,Far East Film Festival,终身成就金桑奖。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好友诗男生和女儿行爱林还到场为她送惊喜。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现在她又卷入离婚传闻,无论回音与否,还是希望女神幸福。 林青霞结婚24年7次婚变,行礼前妻,她不会为了生男孩而外遇。 做有深度的心灵SPA和有格调的故事。 喜欢请分享哦。 磨磨磨搭 一姐换新logo哥 各位闺蜜认准正办 事情。 朋友们, 您好感谢您, 这位我们会把它看成非常兴趣。 我请您好看你, 您好看, 您好看! 这位请您好看, 您好看! 参加,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您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